新疆深刻把握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 让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疫情洪涝双重影响下 湖北省稳外贸保订单 农产品出口实现逆时增长 18年义务植树300多万棵 只为了漫漫黄沙中 一缕缕充满希望的绿色 本期的乡村面孔 带您认识码头山上的种树人李云生 各位好 今天是2020年9月29日 农历8月13日 我是张成 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扶贫故事 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做出一系列新决策 新部署 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对世界减贫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书由67篇扶贫故事组成 按照时间顺序 系统讲述了习近平同志 先后在陕西梁家河 河北正定 福建 浙江 上海 直到担任总书记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带领困难群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 生动记录了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扶贫开发 迟而不惜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 展现了习近平同志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习近平扶贫故事的出版发行 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 鼓舞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坚定信心 满城奋斗 奋力夺取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理念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统筹开展 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让大美新疆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在新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早已深入人心 近年来 新疆毫不动摇 坚持生态优先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不断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 描绘出一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 金秋时节 新疆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在阿克苏地区拜承县的康齐湿地公园 这个正忙着带游客的维吾尔族姑娘 叫尼萨古丽 她现在拥有两条游船 今年已经是她回乡创业的第三年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朋友圈 就是我们这边开的湿地公园 看到人杀人海的 可以有发展的机会 以前我们这块是连个人都不来的 拜承县地处塔格拉玛干沙漠边缘 过去时常受风沙侵袭 从2015年开始 阿克苏河为干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 拉开序幕 如今湿地纵横的两河流域 与柯柯亚百万亩人工林带 成为保护南疆地区的生态屏障 尤其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作丹会之后 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依托这个旅游这个建设 现在年底 这是老百姓的平均收 两万多块钱 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当地百姓创造了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教育 不久前 新疆果业集团的四条核桃加工生产线 刚刚在阿克苏地区扩建完成 曾经竹草而生的牧民 也在国家退没还草的政策下 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 成为了果农 此外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从2014年起 国家先后投入20多亿元 对爱比湖湿地保护区和赛里木湖 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 曾经竹水草而居的各族百姓 也过上了城市里的现代生活 截至目前 新疆爱比湖和赛里木湖两大生态屏障 已经实现直被全覆盖 空气优良率接近百分之百 在保护好和恢复好生态环境的同时 新疆还抓住稳定红利持续释放的契机 实施旅游新疆战略 2017年到2019年 新疆年旅游人数由1亿增长到2亿 旅游收入超过3400亿元 应该讲习总数据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英山这个理念 已经在我们自治区各种百姓当中深入人心 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美丽新疆的目标得到了实现 受新冠肺炎疫情与此前 美与季罕见降水的叠加影响 今年湖北省的农业生产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丰收节前后记者在湖北省采访时发现 当地的农业生产已经逐渐摆脱 疫情等不利影响 今年有望再获丰收 在湖北省宜昌市红花套镇 工作人员正忙着筛选分装 一框框打着一都标签的特扫书柑橘 将从这里消往全国各地 在湖北恩市的一家茶叶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进行茶叶的加工生产 据悉 该茶企在复工复产过程中 面临着复工手续和资金周转等方面的困难 当地相关责任部门及时成立专班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专门服务 茶产业是恩施州农业的支柱产业 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 恩施茶叶产品的生产销售逐渐恢复常态 截至目前恩施全州加工干茶十万多吨 实现销售额70亿元 今年湖北省在疫情和洪涝的夹击下 农产品的出口却逆势增长 达到了9.76亿美元 同比增长17.8% 成为稳外贸出口的突出亮点 9月9日 湖北省中断8个月的鱼紫酱出口重新解冻 当天一辆载有300公斤的 新鲜鱼紫酱产品的冷冻车 从水产品加工公司使出 将由香港转机运往英国伦敦 总价值一百余万元人民币 为帮助赛赫特种水产品加工企业重振旗鼓 当地成立应对疫情金融服务应急中心 组建起战役强企数据平台 设立线上身带绿色通道 同时海关部门按照一起一测 优化办事流程 压缩出口订单通关时间 为企业扩宽外贸通道 一般与紫酱我们会出具一些 简简易中书 保障在整个运输过程当中 海关的严密监管 湖北省宜昌市是全国最大的 宽皮柑橘生产基地 今秋时节 漫山遍野的蜜菊 处处透着丰收的喜庆 这个糖度已经达到13.7到13.9了 糖分很高的了 口感也可以了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 许多国家还未对中国市场开放 湖北星祥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经过努力顺利打通 吉尔吉斯斯坦和缅甸 两个国家的市场 当天23吨密局 在经过严格检测筛选后 就被运送出去 今年这是发达第六车祸 质量都是最好的收的 我现在在这边收的果子 是在1块2到1块8左右 今年打算要最低 不会低于3万吨 今年以来 湖北省夏凉夏油面积产量 实现双增长 达到了将疫情带来损失 降到最低的目标 农产品出口逆势增长 达到9.76亿美元 同比增长17.8% 成为稳外贸出口的突出亮点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来关注一组权威发布 29号上午 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近期深化推信公安机关 长江禁余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有关情况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已侦破 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329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838名 查扣涉案船只1500余艘 非法捕捞器具2.3万余套 查获鱼货物7.7万余公斤 目前公安部已设立了 24小时举报热线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9月28号 北京 天津 上海等 9个对口支援南江省市 人设部门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设厅 南江四地州政府签署了 共同推进 继工院校建设合作协议 提出加强对口帮扶 免费培训师资 支持新疆组织开展 职业技能大赛 加强实训基地和职业标准建设 等一系列支持举措 并在三年内逐步实施完成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写到 为期十一天的铁路国庆黄金周 运输从9月28号正式启动 从9月28日至10月8日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8亿人次 日均982万人次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叠加 全国铁路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 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达到9500列 比节前日均增加1200列以上 广西铁路部门 为中秋国庆假期 加开或重连1223趟旅客列车 最大限度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同时多个铁路局开通了旅游列车 济南区推出开往太原 银川 郑州等方向旅游专线 河浩特局开行了11趟 河浩特至俄吉纳 胡杨林旅游专列 在9月29日 30日和10月1日出行高峰 以及10月7日8日返程高峰 增开往返于北京西至深圳北 湛江西 珠海 昆明 贵阳北 南通至深圳北 上海虹桥至广州南 珠海等区段的高铁动卧列车10对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9月28日在北京启动 粮食绿色仓储 粮食应急能力提升等六大行动 历生在三年内 全国优质粮食供给量 增加4700万吨 建成不少于5000个 粮食产后节能减损中心 覆盖全国主要产粮大县 保障国家粮商权 9月2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国务院扶贫办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 飞移扶贫品品牌行动 和优秀带头人 推选活动评选名单 在北京揭晓 此次共推选出 王光荣 维青花 石家等12名 在飞移扶贫领域 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带头人 以及中央美术学院 建三地传统工艺工作站 让妈妈回家计划等15个 飞移扶贫品品牌行动 我们是苗族聚集地 苗绣对于这里的妇女们来说 是最容易上手的计议 让这些妇女们能够获得 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也让苗绣这个传统飞移 让它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9月27日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了 环境减灾2号01组卫星 据悉这组卫星 由长征4号已运载火箭 以一键双星方式送入预定轨道 包括两颗16米光学卫星 具有高精度控制 高稳定度及长寿命等特点 卫星将接替超级服役的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 小卫星AB星 可为我国水利 农业 林业 地震等领域 持续提供数据 国庆中秋双节临近 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了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近日2020北京密云 渔王文化节正式开幕 26号开幕式的活动现场 设置了渔王拍卖 厨王争霸等环节 在渔王拍卖环节 今年的渔王重达36斤 最终竞拍价为31万元 同时现场还为游客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小吃 中秋国庆前夕 也是品尝螃蟹的最佳时节 在浙江湖州这几天 太湖螃蟹已经陆续上市 记者了解到 受到前期多雨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螃蟹上市比常年晚了10天左右 且价格更高 价格比往年偏高了10块大 15块钱一斤 我们现在收购的三亩收购价值 80到85块 饲料都是75到80左右 比较好的今年 那个货工不应求 除了吃月饼 我国不少地区都有独具地域特色的 中秋节性食品 在四川卢州 人们有终究吃瓷巴 桂花糕的习俗 这几天 当地的瓷巴销量上升 同样 拉动了各地的民宿消费 这两天 山东省临仪市兰陵县的特色民宿 迎来了众多前来预定的客人 民宿和酒店相比的话 它设计感更强 空间更大 卫生更好 然后更接地气 然后带着孩子和一家人过来体验的话 也更接近生活 为方便游客 林一市兰陵县各民宿 开启线上线下双预定 目前近90%的民宿房源已被预定 在青岛劳山区 沙子口街道西麦瑶社区 来自成都的三个家庭 结伴入住了这个社区里的民宿 这个小院子还可以做菜 然后在附近的海鲜集市中心 然后直接从海里面捞出来的海鲜 也很新鲜 据了解青岛劳山区西麦瑶社区 共有45家民宿 旅游旺季 平均每户民宿营业收入 可达到25万多元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 中国三农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山西省右玉县地处 茅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袋 曾经风沙成唤 山川贫瘠 当地干部群众经过几十年 坚持不懈的防风制沙 将昔日的布茅之地 变成了绿树成荫的赛山绿洲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右玉县的 一片松树林里 周围都是这种六七米高 甚至超过十米的松树 而当地人告诉我 就在二十年前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还是一片沙土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我手中的这个 都是一些这个沙土 把原本寸草不生的沙土地 改造成茂密树林的人 叫李云生 从2002年开始 他在这里坚持不懈地 种树一万余亩 愣是在风沙寺虐的 马头山 种出了一片森林 生态环境得到充分改善 现在你看前几天 下的草域 你看这土有多实量 这个水土就保持住了 一冬天这个水分的话 脊肠就够了 过去的话 有三十余 这个雨水就中就流中了 你看看这 找起了蘑菇 这个蘑菇能吃 2002年 一直在外闯荡的李云生 怀揣着几十万元积蓄 回到了生他养他的 马头山村 准备承包荒山搞养殖 但是当地肆虐的风沙 让他明白 搞养殖得先自杀 没有任何种树经验的李云生 开始了艰难的自杀摸索 最初他种的树成活率只有10% 有的年份甚至全军覆没 一块地经常要补种七八四 中了死 死了再重 李云生几乎把全部积蓄都砸在了马头山上 最困难的时候 原本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他 却连儿子的学费都交不上 他也想过放弃 但是面对漫漫黄沙中 一缕缕充满希望的绿色 李云生最终还是选择坚持 从2008年开始 李云生一个人屈住在山上 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的技术手段 种树成活率提高到了50%以上 18年来 李云生在马头山累计种活了300多万棵树木 成为当地众多植树模范中的一员 通过发展临下经济和养殖业 每年还能实现七八十万元的毛收入 带动周边近50名乡亲实现了就近武功 70年来 一代代幼玉人像风沙药绿色 林木绿化绿由不足0.3% 提高到现在的56%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生态奇迹 并孕育形成了宝贵的幼玉精神 特别是金金风沙园治理工程实施以来 我们更是高度重视 这几年来以每年10万亩的规模在推进治理 到现在已经达到169.9万亩 全县90%以上的沙化土地得到了有效治理 好来关注脱贫攻坚 贵州省前西南州侧亨县是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对口帮扶县 江北区通过在当地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等措施 提升当地的脱贫质量 在前西南州侧亨县高落街道文纳社区 由宁波市江北区初次开设的第一期育婴员培训班正式开课 来听课的44名学员都来自于当地的贫困家庭 培训班为期15天 考试合格的学员可以获得育婴员的上岗资格证 除了技能培训班以外 宁波市江北区还在当地开设创业培训班 今年45岁的李茂成在当地开了一家电器店 因为不懂经营 开业一年下来生意没什么起色 今年5月他报名参加了当地组织的 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班 经过培训后店里的生意逐渐好转 收入增加以后 他又雇佣了5名贫困劳动力在店里就业 近年来宁波市江北区 深化与前西南州侧亨县劳务扶贫协作 截至目前已开设各类培训班148期 培训建档利卡贫困户4791人 帮助近3000人实现就业 希望能够通过受人有余的方式 帮助那边的建档利卡对象 能够掌握一级之长 能够实现在家门口的就业 下面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9月27日浙江渠州至福建宁德的渠宁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将有效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陈启珍在福建松西经营一家果书合作社 他说铁路经过的福建东北部山区山高水险 过去因为交通运输不便 当地种植业发展规模普遍较小 收入有限 群宁铁路沿线的松西货运车站开通 让它有了扩大经营规模的信心 我们农产品当天就可以运到浙江 广州等 它让我们三区的农产品运出去 把游客和客商引进来 此外 群宁铁路开通 还将带动沿线旅游发展 据了解福建平南旅游资源丰富 特别是有众多的历史文化民村民阵 那么有外面更多的游客来平南 也就会对我们平南有个更好的认识 据了解 在10月11日 今年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实施后 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旅客列车7队 经由群宁铁路运行 其中包括福州至北京 福州至重庆等 同时安排货物列车5队 满足沿线货物运输需求 近日 南越古一道定向大赛第四站 在广东赵庆分开线去行 近日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 继南越古一道定向大赛第四站 在广东赵庆分开线举行 比赛线路设置围绕鹤江展开 让参赛选手和游客体验美如画的 美丽乡村景色 感受萧鹤古道 茶船古道的历史文化 环境特别优美 空气也很新鲜 我们刚过来一路环圈 就一路环入都是水道 非常美 在世活动期间 当地还举办了非一民族文化大巡游展演 助力封开线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好 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就是这样 要想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频 或者关注节目的微信微博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